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起火的獨立屋是安達神道9號 上層房間火光紅紅不斷冒出濃煙 火勢蔓延至屋頂 消防員升起雲梯向獨立屋射水灌救 屋內的人大同多隻寵物疏散至室外 由多駕私家車接走 據了解 起火獨立屋是影聲林青霞的住宅 大宅佔地約3萬多平方尺 消防約在凌晨的零時30分接報華住宅起火 排出煙霧隊和開喉灌救 由於火勢猛烈 消防在凌晨的1點43分 將火警升至三級 駕排消防車和煙霧隊到場 消防水身扣折 配備熱成像相機的無人機也出動 協助偵察灌救 危害物質處理車和灘塔搜救車也在場戒備 火警中無人受傷 火警原因有待調查 無線電視記者王嘉誠報導 政府暫緩航班熔斷機制 正是停飛的航班可以重飛 同時要求抵港的人在檢疫第三天 做多次核酸檢測 當局說輸入確診個案佔總數不夠一成 加上多數都在機場和檢疫酒店找到 未免留學生和家庭帶來困擾 決定暫緩熔斷機制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答問會提到 會恢復和外地接軌增加旅客和居民的便利 政府解釋熔斷機制 令乘客因為取消航班打亂來港的行程 尤其是在機位和檢疫酒店供應緊張的時候 所衍生的社會成本相當高 而7、8月是海外港人和留學生回港的高峰期 熔斷機制為他們帶來不必要的困擾 在嚴謹的外防措施之下 輸入個案對本地疫情影響相對較低 考慮到機制對阻止輸入個案的效益不大 和精準抗疫的大原則 決定暫緩熔斷機制直至另行公告 再次強調一件事 就是我們不是容許這些有感染的外地旅客 是流入社區 我們有很有效的方法 包括在機場的又快又精又準的核酸檢測 將百分之六十的這些感染者攔截了去到隔離 之後我們的跟進也都將這些其他的測試出來 所以相對整個疫情來說 它帶來的風險是絕對極微極微的 和學生他們回來 就不單止是家庭團聚 是影響到自己一個 也都影響到整家人 能夠在這個時候 可以給他們一些關懷 能夠令他們不會那麼不知所措 政府同時增加入境人士的核酸檢測次數 抵港之後第三天要做多一次 即是已經完成接種的抵港人士 要在檢疫酒店的第一、三、五日做檢測 離開酒店之後 即是抵港之後的第九和十二日 也都需要做核酸檢測 新的變種我們明白這是有顧慮的 但首先一方面就是BA4、BA5 其實在社區到現在已經存在了 重點應該說如果用一個更精準的方法 就是怎樣去更快地在我們的社區裡面 找出這些隱形的傳播鏈 阻斷他們 相對外來的 我們現在已經有很妥善的方法去阻斷他們 對於抵港人士在檢疫期的第三天 做多一次核酸檢測 是否檢疫日數可以縮短呢? 盧寵茂說會繼續研究 但先要有更多數據去判斷是否可以縮短 以及有足夠的措施 確保抵港人士留在居家檢疫 無線事記者劉慶玉報導 本港新增3,028宗新冠病毒個案 是自從4月初以來再次突破3,000宗的水平 當局說按照現在的上升趨勢 兩星期後每日新增確診有可能達到6,000宗 新增3,000多宗個案 本地感染佔2,856宗 幾隻變異病毒株都新增源頭不明個案 BA.2.1、2.1有28宗 BA.4或5就有2宗 一個患者住來木樹村 另一個人住沙基灣道高望大樓 當局引述世衛最新數據說 BA.5正在取代其他病毒株 在83個國家都找到 他在整體變異株個案所佔的比例 由上星期的3.7增加到最新的5.2 而BA.4只是升一個百分點 反而BA.2和BA.2.1、2.1就有下降趨勢 當局說沒有證據指BA.5被其他變異株離開 會密切留意香港情況 各有一間老人院舍和殘疾院舍新增感染個案 包括敬福護理院 有兩個院友和一個職員染疫 21人需要檢疫 康治外東宿舍有一個院有確診 他去過的蔡馬會康治小西灣工場有一個職員之前確診 學校就呈報201宗陽性報告 由兩間學校個別班被當局建議停課 包括香港仔嘉南幼稚園K3UKB班有兩個學生確診 馬安山靈良小學6D班就有三個學生受感染 大埔拿打素醫院內科混合病房一個男病人 星期一檢測呈陽性 同訪六個病人和一個護士確診 醫院的膳食部早前有四個職員確診 佛教醫院群組最多兩個男病人染疫 至今有12個病人和四個職員確診 醫管局指樓院人數增加部分非緊急服務 例如日間檢查、放射服務等已作調整 無聲電視記者何萬鈞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 醫務衛生局新任局長盧崇茂 昨天接受東方日報專訪 強調絕對不能夠與病毒共存 會堅持動態清零政策 至於香港人最關心的通關大計 他說上任後已經立即與國家維建委協調 會盡量保障市民 更方便地與內地有限度往來 但要全面通關急不來 周遊列國也是短時間內做不到 聲道一部報導 已故華貿集團主席龔如森 勢勢勢15年 華貿慈善基金以受託人身份 持有超過1400億港元遺產 華貿慈善基金、律政司和遺產管理人 對整個遺產管理計劃 還未達成共識 三方已向法庭呈交管理計劃的建議 昨天在高等法院開庭處理 律政司認為 巨大遺產能夠由合適人選 所組成的監管機構去管理 但華貿慈善基金資不抵債 並官司前身 並不是合適人選去管理遺產 希望法庭以近似原則 作出權宜之計 已定最能確保受益人 最佳利益的遺產管理計劃 文網青年組香港的黃澤林分別在南丹 和南商八強出局 黃澤林先在南丹應戰雙膽拍檔 李直華裔的鄭瑞 全場三個破法分都錯失了 兩次保不住發球局 連輸4比6和3比6在八強止捕 黃柏、澤林、火柏鄭瑞 轉戰南商八強也未能再進一步 苦戰三盤不敵6號種子 捷克和波蘭組合 完成今屆溫亡之旅 又到了中華略影時間 現在買樓不僅上車難 上車後裝修也難 成都有95後年輕人買了一間清水樓 自己一手一腳由零開始裝修 廢棄木條做的置物架 加幾個輪子就成為一張桌 還有各種碩士花瓶 今年24歲的楊浩然 利用大學創業時找到的二十多萬 加上家人的資助在成都崇州成功上車 為了省錢 他選擇了清水樓 一手一腳自己裝修 楊浩然說他把自己裝修這件事想得太簡單 第一天入伙的時候 因為家裡沒有門窗 被地上厚厚的灰塵嚇倒 後來楊浩然把自己裝修的過程 發布到社交平台上 不僅獲得網友的支持和鼓勵 還得到他們的裝修建議 現在楊浩然已經入住兩個多月 只是花了不夠一千元人民幣 就為自己家裡增添了不少傢俬 但他說等自己賺夠錢後 都會找專業人員再裝修 無線電視機姐 林俊謙到 考古人員最近在河南發現了三條大型水渠 專家說可以追溯到偽進時期 坐落在田中間的是考古人員 在河南漢藝洛陽故城發現的三條大型水渠 他巨大的規模、細緻的造工 在河南漢藝洛陽故城歷史上第一次遇到 今次發現的水渠都是石砌暗渠 情從西南向東北的並排走向 研究人員指出 他們經統一規劃、建造 是偽進時期的產物 研究人員認為 如此大規模的水利設施 是與工程印水或圓林警官印水有關 反映了偽進時期水利工程成熟 為研究漢藝洛陽故城 水資源環境規劃和皇家圓林佈局 提供了重要線索 無線電視記者彭建華報導 沙地造頭畫屬於江蘇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在江蘇南通沙地 有一位老人堅持在造頭上畫畫 希望將這門民間藝術傳承下去 在江蘇南通沙地這條村 81歲的楊錦輝是造頭畫代表盛傳承人 他筆下的作品內容 多以羽耳吉祥的傳說故事 山水風光和十二生肖為主 和紙上作畫不同 造頭畫需要直接在造壁上繪畫 要求畫家一氣呵成 好考驗畫家的功力 而隨著時代的變遷 越來越少人的家中 會用造頭生火煮飯 造頭畫因此漸漸被人淡忘 令楊錦輝覺得很可惜 楊錦輝說 造頭畫是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每年暑假期間 他都會教小朋友學習造頭畫 了解中國傳統文化 希望可以盡自己最大的能力 將造頭畫傳承下去 無線電視記者 林菁兒報道 MINGDOM MINGDOM